第二十八屆府餐飲展10月4號盛大開幕 香港影星周润發也與妻子陳慧蓮走上紅旦 並獲頒亞洲電影人獎 他在隔天的記者會上坦言 韓國的電影業目前很強大 因為擁有了香港電影欠缺的創作自由 周润發坦言香港在1997年主持人移交後 許多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香港電影業的困難面臨中共的很多審查 對香港電影製作人來說相當困難 1997年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改變 所以我們必須要顧著我們的政府的方向 我們必須要去走這個重要 否則我們會很難得獲得所有的錢 製作一個故事和拍攝電影 28歲的周润發1973年入行 50年間締造出多部經典電影 包括1986年的英雄本色 2000年的臥虎蒼龍 頒獎電力上導演李安也錄製影片送上祝賀 獲獎後發歌也謙虛表示 沒有電影就沒有周润發 青唐野隊電視曾一豪唐吉安 整理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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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